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海 现在是上午8点20分 这个底下就是河 现在我们这个河呢 现在每天都一点点开始化了 现在上面就是冰 我夏天大家看看啊 看这个化完的冰是啥样的 化一半的冰 还是挺厚的 这些冰的什么时候彻底能化光呢 得五月份啊 跟大家说一下 今天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我家乡这个地方吧 在国内呢 是最冷的地方 冬天呢 能达到零下45度左右啊 这是最冷的地方了 完了一年冷八个月 这个八个月的时间 是每年的9月1号 一直到五月份 这就是冬天 从五月份呢 一直到九月份 这就属于是 是夏天跟秋天了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当地人是怎样种菜的啊 现在这个季节啊 在这个南方啊 还有很多地方 这个老百姓家的菜都开始种了 地也开始种了 但是在我们家乡这个地方吧 你看这地下全是冰 这个菜园子里面呢 它也全是冰 咱们先看一下菜园子啊 但是我家乡这个地方吧 没有污染 这个就是老百姓家的菜园子 大家看见了吧 但是虽然说菜园子上吧 丑了也可以 也可以种上地 但是种不了 因为它底下都冻着呢 你看 这还有雪 雪还没化呢 嗯 那个土地都可硬了 大家看见了吧 那个是大棚 呃 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地是怎么种的啊 呃 我家乡这个地方吧 它这个种地这个流程是这样 每年五月份才能种 但是每年五月份 你要是带种地的话 它就长不出来了 就不敢烫了 我家这个地方种菜 种地呢 只能长只能长一回 所以说吧 现在啊 呃 把这个土啊 拿到屋里面去 在屋里面呢 把这个秧子 那个培养好了以后啊 放在这个大棚里面 大棚里面 再长一段时间 长大了以后啊 到五月份了 再从大棚里面 再把那个菜秧子拿出来 再放地里面 所以说这样的 这个这个菜吧 才能给长大 你要是等到五月份 再现 把菜秧子 把菜籽 再放地里面 就不敢烫了 就永远也长不了了 因为时间太短了 呃 咱们今天 今天我上五二姑家啊 五二姑家 现在他正在家里面 那个给摘菜呢 咱们去看看 这种房子啊 就是带小院的房子 我们当地人呢 逛这种房子叫平房 呃 一般这个房子啊 也就是 一万块钱左右一套 它也是按这个屋里的装修标准 这个装修好呢 能卖两三万 一般的话 也就一万多块钱 呃 就像刚才那种 带小院的房子呢 它这个八个月冬天的取暖费啊 是在六千块钱左右 呃 大家看见了吗 就是 在我们当地老百姓家呀 几乎啊 就是每家门口啊 都有站好的箱子 泡沫箱 箱子里面装的是土 大家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吗 这个啊 家家都有啊 基本上 就是 每年这个季节啊 就把这个 这个箱里的土呢 给拿屋去 因为这个箱里的土啊 现在是冻着的 拿屋给它缓开 缓开了以后 你大家知道干啥吗 咱们现在上二姑家去啊 到二姑家以后 大家就知道它是干啥用的了 这也是当地的一个寒冷地区种菜的一个特点 到二姑家了 二姑 哎 进来 我看看你 昨天续那个菜秧子 这样的宝啊 这个二姑续的是那个 这是芹菜 这里面是芹菜 芹菜 啊 那个那些菜秧在那屋呢 我二姑说的续菜秧子吧 就是啥意思呢 就是把这个菜秧子已经种在这里了 完了等到过两天 它长大了以后呢 到五月份 外面挑脑回来 直接拿出去 放在园子里 直接种上了 嗯 跟大家解释一下啊 再看看我二姑在种的那个菜 二姑在哪呢 这是来宝啊 啊 啊 这是二姑续的那个什么窝窝 这里头有 大家看到吗 这是窝窝 这里有香瓜子 有有有那个黄瓜 还有那个柿子 二姑那个香瓜子 在咱这种的话 是不是只能长 就长了一回 就第二回长不了吧 就能长一回 还得整个小 还整个塑料棚 不总塑料棚还长不了 嗯 这有可能冻死是吧 对 我二姑意思是啥意思呢 就是把这个东西最好是放在大棚里面 这种是吧 对 整个塑料棚 对 完了防止下霜什么的 因为我家乡这个地方吧 因为我家乡这个地方吧 有些时候下薄子 下霜还上冻 这个楼房的取暖费啊 八个月的取暖费呢 是1700块钱 呃 这个楼房的价格呢 是8万块钱左右一套 大家看见这个大棚了吧 这就是二姑刚才说的香瓜的 就放在这个小棚里 因为怕冻死嘛 到五月份都放在小棚里找 我到我家这个菜园那里了 让大家看看啊 你看这块还有雪梅化 看看有多硬 这底下就是冰 刨都刨不动 这种地啊 就这五月份呢 我家乡这个地方吧 这个房子吧 是比较便宜的 完了有很多朋友他问我 说有没有那个卖土地的 我跟大家说一下 就我们这块的土地把它不值钱 为啥不值钱呢 它一年冷八个月 粮食啥也种不了 种点菜吧 它只能种一回 所以说这个地基本上也没啥用 它不像那个就是南方那块 又能种大米 又能种粮食的 这边啥也种不了啊 它没用啊 但是这边这个土地吧 它土制好都是黑土地 完了大家也看到 就我们这边这个 就是这块寒冷地区 这个种菜这个情况了哈 完了 完了大家看看 是不是生活在这里 感觉挺遭罪的哈 我现在呀 再去干第二个活啊 前几天呢 一个朋友啊 他委托我呢 在我们当地呀 给他买一块表 这个表啊 我已经给他买完了 买完了以后吧 我送到我们当地的 一个修表师傅这来呢 给他保养一下肚肚油 这是个老物件 我现在去求一下 这个表 那个油啥的都做完了 哎呀 这头次修这个 太好 这里的 太完整了 这质量行吗 太好了 我都去擦了 要不然 不是高哥 这个表就是你修 目前为止 这是最最完美一个啊 对 你这没动过 那这是个新表啊 新旧的 它没修过 没修过 那里面都是原装的 不动的 这个表应该应该是是啥时候的 是七几年的吗 呃 七几年的 一九七零年的 啊 还挺好哈 行 那我给他走了 差了不 差亮不亮 亮 我已经到我妈家了 我把这个挂钟啊 挂在墙上了 完了 咱们先试试看啥样啊 瞧瞧声音 青年这师傅 修了好几十年表了啊 他把这声音调的怎么样 行脆不脆 这几天呢 我收了好几个老物件了 大家看这台自行车了吗 这台自行车是上海牌的 让大家看看 这是上海 上海红花 这个牌是 上海红花牌 完了 还有个大娃娃 这个娃娃啊 是八十年代的娃娃 呃 我现在把这个表呢 直接给游走啊 一会儿给他送快递去 大家看看啊 我这已经包完了 里面用漆柱 外面再套个箱子 我妈刚才说我不把握 外面还要我再套一个 我先给他摘上啊 我怕把这个表摔坏了啊 外面拿漆柱套完了 再把它再套到这个箱子里 这家套了两成啊 那就是 这一个子 这一个子 是 你看 这些子 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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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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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